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5日 已經是星期日 始終 大家都很關注習近平 究竟是不是倒台 是不是被軟禁 是不是元老發動政變 把他逮捕 甚至乎 是不是會被打倒他 是不是把他老婆 以及女兒捉住 要跟他說 你已經玩完了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 我們這幾天 早兩天跟袁爸爸做的節目也跟大家說 中央辦公廳 之前推出了一份文件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規定 這篇文件 我們看上去有十幾點 每樣都好像針對習近平 我當時都爭取了頭 為甚麼這些文章會拿出來的 我其實 已經做了一張圖 那時候我都爭取了頭 其實是想不明白的 突然爆出消息說習近平被控制 被控制 一下機就被抓了 情況 就好像當年 華國鋒 和 趙紫陽一樣 那麼究竟 這篇文章 即是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如何針對習近平 他推出的日子是19日 所以我覺得 現在 梳理整件事 就說得通了 本身 中央辦公廳裏面有人 其實 是 是 原路的人 是反習派 可能是團派 可能是江派 可能是 反對習近平的人 以定了這篇文章 當時 中辦主任丁薛祥看到 這篇文章 拿出來就是對習近平 靠低 結果為甚麼要扔出來呢 當時我想不明白 唯一的解釋 就是 這個丁薛祥被控制住了 控制了你了 就可以扔出來啦 跟大家說 能上能下 所以 這一節 很有必要告訴大家 這篇文章裏面是怎樣對習近平 大家看完之後 才會覺得 梳理反 因為每一件事 其實有很多種 好像砌圖一樣 我們看了一塊 我們砌了一部分之後 你要 找回其他的圖出來砌 才可以看到整個局 我們要把這個局解釋給大家看 解釋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經濟好的朋友 記得Patreon支持我們 經濟不好也不要緊的 不一定要你付錢的 不過 你幫我們點擊廣告 留多點言 可以增加我們的推送率 可以大力支持我們 記得多點留言 烏冬 因為留言我也有看的 當然 有些提出留言 提出的質疑 其實很多一定會有很多質疑 因為 本來我們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包括這一篇能上能下規定 推出來的時候是19號 我當時看下去 為什麼裡面全部都是針對習近平 中辦主任換了人 沒有啊 是不是 可能真的是丁市場被控制住 先讀一讀新華社 9月19日發電 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能上能下規定 以下簡稱規定 通知規定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以及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 吸收了全面重驗 重驗治黨的新鮮經驗 能 健全能上能下的選人用人機制 對於推動形成 能者上 優者長 勇者下 劣者態的用人道向 以及從政環境 建設忠誠 乾淨 擔當的高質素 高素質執政骨幹隊伍具有重要意義 通知要求 各級黨委 黨組及其組織人士部門要設實 說起全面重驗治黨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 都是 那些叫做八股民來的 我不說那麼多了 我講一下這個全民 如何規定 他 為了全面推進黨的建設 思想建設 組織建設 作風建設 紀律建設 健全能上能下的選人用人機制 建設 得財兼備 忠誠 乾淨擔當的高素質 專業化 幹部隊伍 完善從嚴管理幹部隊伍體制 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 第二次出現習近平 下面全部都沒有習近平 當然是 這篇文章其實很少 中央辦公廳裡面只有兩個習近平 其實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一說習近平 一鼓吹 就不斷說習近平 堅持以擋 第3第4條全部都是八股 沒有必要讀給大家聽 然後 告訴大家 他主要的就是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重點是解決能下問題 英東結合實際分類施策 嚴格執行問責 黨紀政務處分 組織處理 辭職 職務任期 退休等有關制度規定 暢通幹部下的渠道 這是重點來的 所以我覺得 我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已經打了頭 習近平的爭取連任 你中央辦公廳出篇文章 主要是要怎樣令到他下 怎樣退休 辭職 組織處分 暢通幹部下的渠道 怎樣 幫習近平穩定金樓梯 本規定主要規範 不適宜擔任任職幹部的領導職務所作的組織調整 第五條 不適宜擔任任職 主要幹部的得能勤職念 以及 所任職要求不符 不適宜在現崗位繼續任職 幹部有以下的情況 被認為不適宜擔任任職 應當 及時予以調整 讀給大家聽 大家聽下去 會霉心微笑 為甚麼好像全部為習近平獨身訂造 第一 政治能力不過硬 脫乏應有的政治判斷力 政治領悟力 政治執行力 再不折不扣貫責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結合實際推動落地建效上存在明顯差距 政治領悟力 判斷力當然很差 不然 東升西降怎麼會反美者親俄呢 很明顯是政治判斷力的問題 第二 理想信念動搖 在涉及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不堅定 態度曖昧 關鍵時刻 經不住考驗 尤其是黨的領導 你完全是跨過黨的 你的信念不得動搖 你直接是否定了黨 你要獨大 第三 擔當和鬥爭精神不強 在事關黨和國家利益 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等關鍵 緊要關頭林鎮退縮 林鎮退縮好像在說習近平 每一次有事發生 他都走到天腳底那麼遠 鄭州這個大水 他就走到西藏 好像怕會浸死他 每逢地方發生事 他都走到其他地方 極端 這個是不是 林鎮退縮說習近平呢 每一次地震他都不再出現 每一次有疫症他都不再出現 在急難險重任務 重大風險考驗面前 消極逃避 或者應對處置不力 消極逃避 好像在說習近平 這個真是 針對得太過分 第四 政績觀存在偏差 不能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不能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在建構新發展格局 推動高質量發展上不積極作為 搞形象工程 政績工程 亂作為 搞形象工程 政績工程 正正是習近平在搞的東西 投行 一帶一路 全部都是垃圾 還有紅安新區 一說起 又是針對習近平 第五 這個更加是 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獨斷專行 或者 欺軟散緩 自行歧視 不執行 或者擅自改變組織作出的決定 在領導班子中鬧無原則糾紛 或者任人為親 拉幫結派 破壞所在地方單位的政治生態 很明顯就是習近平 獨斷專行 不執行 或者擅自改變組織決定 完完全全是說習近平 為甚麼 條條都會對著他 第六條 組織觀念暴躍 不嚴格執行重大事項請示報告 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等制度 無正當理由他不執行組織的分配調動 交流等決定 組織觀念暴躍 因為他個人領導了 一個人領導了所有的小組 你說他組織觀念有多薄弱 第七 事業心和責任 責任感不強 精神狀態差 對職責範圍內的事膚險 失責 對群眾急攀 急爛仇盼的問題不上心不盡力 工作 推拖繞朵朵 嚴視發展 現在封城 人們沒有飯吃 你也不理 那是不是 對民眾的事不上心呢 民眾很急 現在都說清零 搞到又要餓死人 每個地方都餓死人 這個絕對是要 拖下馬 第八 領導能力不足 不能有效履行職責 按要求完成目標任務 重大戰略 重大 重要改革 重點工作 推進不力 所負責的工作較長時間 處於落後狀態 或出現較大失誤 是不是 熊安山區 難了嗎 是不是一帶一路呢 難了嗎 第九 違規決策或決策論證不充分 不慎重 造成公共資金 國有財產 國有資源 嚴重 損失浪費 生態環境破壞 公共利益損害等後果 鴻安山區 造成國有資產 資金 不見了 借了錢被人拿不回來 一帶一路 全部都是說習近平 第十 作風不言不實 執行中央百項規定精神不嚴格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 造成不良影響 這個 也有點刺激 第十一 品行不端 行為失犯 違背社會功德 職業道德 家庭美德 造成不良影響 行為當然是不端 那麼你親吼 是不是行為不端呢 人家是侵略者 因存在配偶子女移居外國 境外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 辦企業等情況 按照有關規定需要組織調整 他的姐夫吳龍 做軍委生意 在軍委裏面 搶了所有軍方的生意 總後勤部 總裝備部 給他立了 那些核酸他也老了 另外有個姐夫 就是 經商的 那個叫做甚麼 那個叫做吉里汽車 那麼怎麼樣 是不是要拘捕呢 他的女兒也是移居海外 也去美國讀書 他的姐姐 他的那個習遠平 跟著習遠平也是 所有的東西都中了習近平 配偶 親戚 子女 以及經商 完完全全就說習近平度身訂造 第十三 年度考核被確定為不稱職 或者連續兩年被確定為基本稱職 以及民主 測評優秀 以及稱職得票率不達三分之二 經確定 認為不適合擔任現職 第十四 因健康原因無法正常履行工作職責一年以上 其他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情況 看了整篇文章 後面的黨八股不讀給大家聽 大家裏面那十幾條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在針對著習近平呢 所以這篇文章 被丁時常扣下來是很正常的 但是為甚麼能夠出來呢 現在解釋到了 因為當初 我做這張圖也解釋不到 我也想不到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做這節目 我也拋頭 現在真的解釋得了 原因就是 這篇文章就是反習派 要做出來 要動習近平 讓丁時常看到裡面的東西 怎麼可以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只是一個稿子 在這裡嘛 你被人做下了就出了 這節時間 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其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 有Discount